柱是我们按弦的指头向下移动 达到我们所要的那个音的位置叫柱 在移动过程中也是整体胳膊整体放松 腕子为肘保持手的这个跟弦的角度 也是要明确要到达的位置 前面这个地方在音乐的需要中间可以有变化 但是必须是明确音乐的需要来决定 它的柱的长短速度和起点有没有 向下是柱 躺下是一种表情的要求 就是在我们所要的那个音移动向 移动到另外一个第一个音的时候 慢慢的移动下去 向水慢慢流淌 比如 或者 是一种表情 眼是左手按弦的这个手 大指打下去 把弦移到琴面上产生声音 这是眼 眼的动作是大指自然的抬起 手也自然的有点向上转动 然后呢 自然的落下 大指有主动打弦的动作 用指甲的边缘 心理要明确 目的是打在琴弦上 而不是打在琴身上 不要过大的力量 有时候是轻轻的 有时候比较明确 是眼 虚眼 我们刚才讲到眼是大指打下去 虚眼呢 跟大指打下去的眼为什么要有区别成两种 同一种就是有前面有音 比如明指在九黑有一个音以后大指再下去 如果虚眼就不需要其他 直接就可以要某一个音的眼 比如这样 或者明指 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产生虚眼 有命 我 我 有 我的 我 我 他们 谢谢观看